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又来了 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上周也去外地了 接近Ride Inn的Lacampo 工作了四天 回来又工作两天 明天礼拜一又要去Folk McBerry 石油城那头干活 可能还得整个一周都在外面 今天是2022年6月5号 昨天是6月4号 实际我本来想6月4号说点什么 那就赶在今天说吧 为什么要说6月4号 大家一说6月4号就知道8964 而且8964对我确实是有很多影响 因为8964是我 我是作为一个当时的大学生的见证者 虽然我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分子 但是我是全程在经历和见证的 而且呢 对我今后的人生呢 还是有很多思想的改变和影响吧 所以说呢 今天我并不想说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今天呢我只是简短的说一下 因为这个话题很长 如果有时间呢 我会具体说我所经历的和见证的 但我只是想说一下 我对我人生啊和对我思想上的 我对8964的这些看法 做一个简单的简述吧 是这样 我呢是1985年上的大学 89年呢是我的毕业年 我那年呢是大四 所以说呢大四学生嘛马上就要毕业了 而且我们毕业是国家分配嘛 呃我们不可能重度参与 其实重度参与应该是87届86届的 而且呢88届刚上新生嘛也不会成为主力 还有呢另一部分主力当然就是研究生什么的了 首先我要说呢大学生是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呢 还是有充满了五四精神的到现在为止 我也认为我还是有一定的五四精神 所以呢我家这个视频吧 本来是可以说一些花钱月下 或者是这一些就是旅游啊家庭生活这些 但我时不时呢还忍不住评论一些实证什么的 虽然我远离政治啊我并不喜欢政治 但是我还是喜欢去讨论啊去关心这些事嘛 因为关心才能想说有说的欲望嘛 那我当时我们大学生作为我来说 我是一点没有反对政府的意思 只是想让政府更好能把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好 我觉得绝大部分大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现在想起来具体有没有更就是别的那种人呢 我觉得也可能会有吧 而且呢当时的舆论导向呢也是一会东一会西的 确实是起到了一些导向作用吧 而且现在看啊当年什么沃尔开西跟那个李鹏去辩论的时候 当时觉得是看海浆的 现在再一看啊觉得也挺扯谈的 而且呢什么事吧都怕事后的去细琢磨 现在看来呢我觉得第一我们学生初衷是好的 但是最终的导向和最终的结果并不是很好 但这里面确实有没有坏人呢我不敢说 但是我我觉得确实是不是简简单单的有我们学生能决定的 翻过头来看呢那些人出去的人呢 从事实上看我有些人很很让人不齿包括柴玲 其实柴玲比咱们大她是已经是研究生了 现在就拿她个人来举例吧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靠出风头或者是有野心或者有什么样的 起码说我个人认为她品德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学生 趁着这个机会去给自己造势 而且呢就是那种不正常的欲望非常强烈的人 并不能代表当时我们大学生真实的新生 但是呢她只是借助这个机会 充分的表现自己 其实是很可耻的 也就是说实际是我个人认为是给我们那时代的大学生抹黑的一个人 而且呢不只是她一个 我觉得在高自连在那些学生领袖中可能这样的人有一批 当然也不能完全一杆子打死一堆人啊 但是这样的人肯定是不在少数 而且呢就最后发展的结果来说吧 现在来看我还是支持政府的第一我觉得虽然我们大学生初中是好的 但是发展的最后结果是不能控制的 而且吧现在结合像香港什么的 当这个事不可控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些可以说是流氓地痞啊 或者是一些人闹事者就趁机参与进去 造成了更坏的打砸抢啊或者是暴乱之类的 而且弄得无法收拾 那就只能是国家机器政府的一个强制行为 所以说从最后结果来说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理解 而且呢咱反过来推啊 就是让他们诚实了他们一个个是诚实的人嘛 而且事实证明之后中国的发展还是很好的很高速发展的 这只能是用事实我觉得来证明 而且时间能证明一切 曾经我认为哈八九呢早晚会有一个说法 而且八九在历史上呢应该确实有它的作用 而且我现在也这么认为 因为他算是吹响了一个一个集结号吧 而且随着八九这个事的发生之后 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呢还逐渐的坍塌 所以说呢我就说五四青年吧 或者是当年的大学生还是很敏感 有它的这个对社会的洞察力 虽然他们很幼稚也很冲动 但是他们也很敏感也很能掌握这个社会的脉搏的 所以在这点上我也认为它有它的历史意义 但是就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比较悲伤的结果 而且呢不管是各方面呢都造成了损失 这个损失到底有多大实际是应该很难说 但是呢绝对并不像柴玲说的那么残酷 当然了这个事本身就是很残酷的 悲伤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 但到底是多大程度 这个现在是很难说 因为我是在沈阳上大学 我也没去北京 我只是了解沈阳基本情况 其实我可以说呢我是全程见证了沈阳情况的所有的发展 但沈阳本身来说就并不是一个很激烈 就是学生运动很高潮的一个地方吧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认为八九学潮八九六四学潮 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经历的参与的见证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 而且呢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被磨灭 他也记录着承载我们的成长 有时间的话呢我会详细的回顾那一段历史 但是作为现在我只是想说呢 第一我作为那时候的大学生 我是完全想让祖国发展的更好 更繁荣苍盛这个动机 几乎是所有大学生的基本动机 还有呢把这个历史翻过一页 我现在我觉得当时学生确实是有被利用的成分 而且我也支持政府那时候的相应措施 使中国没有发展到一个更更悲哀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吧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基本的想法 今天呢我就简简单单跟大家 回顾一下八九六四 以后呢有时间呢我会详细跟大家呢 回顾一下我所经历的八九六四 谢谢大家我是老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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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